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前边将正则表达式的语法的所有部分 四部分都学完了 对不对 那这点课咱们把学那四部分踹一下 编写一个正则表达式 咱们看一下怎么去弄 好多人都给我反映说正则表达式太难学了 其实通过咱们前边学的课程 大家如果看到这的话 也不觉得正则表达式有多么难学 对吧 那难点在哪呢 就是被困难给吓到了 一看别人的一个正则表达式那么长 都是乱码符号对不对 那就觉得这个东西会很难 其实都是有规律可选择是不难的 那记住一点 其实你读别人的正则 有的时候比自己写还要难度高一些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别人在写正则的时候考虑了十种情况 你不能在读他这个正则的时候把这十种情况都读得出来 对吧 当然了一些高手的话肯定是能读得出来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写正则比什么 比读正则要容易呢 如果你了解正则的语法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所有咱们要匹配的内容 怎么呢 全列出来 然后一条项满足 最后你的正则就小了 对吧 还要了解一下 正则表达式编写一个细节 正则表达式的编写 什么细节呢 大家要注意一个第一点 正则表达式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虽然没有流程控制什么一复一阵啊 循环之类的对不对 但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 对吧 所以呢 要将开发的思想怎么呢 放进去 才能编写出来 因为编这个模式就是一种什么算法 相当于这样 所以呢 把它要看成十种语言才可以 那第二种就是什么呢 既然把它看成十种语言了 就要再编写正则表达式就要先列需求 把需求都列出来 然后呢 满足这个需求 这个正则表达式也就完成了 对 就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想做一个匹配 假如说URL的一个正则表达式 对吧 那我上来就是听空想象URL 我有可能写的不全 对吧 或者是仅匹配固定的那几种模式 对不对 但是呢对URL这个匹配的话 它有很多种变化 比如说我在这块写几个 比如说这是http 冒号3w.lampbrother.net 对不对 网站 对吧 对 这是不是一个网站 对 那你看 这是http冒号3w.百度.com 是不是.com就位的 对 网站 对吧 那还有 这是http冒号3w.什么 lampbrother.net网站 是不是有个https的 还有 这是ftp冒号3w.lampbrother.net 对吧 那比如说现在我提供了 是不是这么多需求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是只写 完成你项目的URL 这有可能很容易 就不是完全通用的 比如说我就匹配这些的 嗯 你需求列的越多 你的正能表达会越复杂 我现在就暂时列这些 就像把我这四个都匹配出来的正格 我有可能很容易就写出了 对 比如说正能表达这样写啊 当 http 对吧 你看我先直接写这样 先把网址写出来 3w.lampbrother.net 对吧 这是最笨的一种字符刺的匹配 它不通用的 对不对 比如说 这里边两个斜线肯定不行 是不得转移啊 对不对 然后这里边的点是不是肯定得转移啊 对吧 而如果我现在这里边就写 lampbrother 那么匹配的只能是 lampbrother这个网站 对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现在能满足的是哪条 你看这个匹配出来 是不是只把这个找出来了 是不是只找出一个了 那这个呢 正责就比较差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不光找lampbrother 那我不光找这点nit开头的 我还想找什么 点come结尾的 或者什么结尾 对不对 那这点nit 我能不能用或的关系 比如说或者是点come的 或者是瓜记的 或者鲜的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你想的越多 是不是匹配的后对名也就越多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块变成这个了 对不对 然后这块 我们不想就匹配固定的lampbrother网站 其他网站也可以匹配到 那我这块就换成什么 可以换成一个 点星问号 咱们上去的时候刚学过这个 是不是 里边可以匹配所有的字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行不行 匹配出几个了 rgdp lampbrother nit是匹配出来了 三达说百度是匹配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下面是紫模式 咱只看这个就行了 是不是这两个就出来了 对对吧 你看咱们稍稍稍扩转点 是不是功能就扩充了一些 那咱再继续讲 那比如说我这块 百度假如说它有二级域名 可能这样的话怎么怎么办呢 你看这是百度 点看点心 对吧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域名百度是AAA点百度 对对对 对不对 那先看一下这点心能的失和匹配 这个 看下这有没有 Net 买度 这个是ரK strange 这个是可以有这个 你打 所以这个是没关系的 咱们是可以匹配到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前面有http 有https 这个https的都没匹配到 对不对 那我这会 我这会加个 这样写好 你看一下 还是怎么写好 加括号http 或者是https 这写行不行 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找http的 有没有https的 是不是也匹配到了 对不对 那这样写 看上去是不是从事不太多了 麻烦对不对 虽然这个数线的用天机 是最低的 对吧 那我们如果这么写呢 直接来个s加括号呢 是不是那s就是括号的作用 就是让s可有可没有啊 对不对 那这样一样可以达到我们的效果 你看 我这会儿圆形输出一下 不然你看不出来 输出一下 pre 不然太落了 对不对 再输出一下 鞋盖 pre 让它圆形输出一下 你看 合金一下 这是圆形 这个网站 这个对不对 你看pp到的 是不是这https 这也都pp到了 这四个pp到了 对不对 那像ftp 这是还没pp到的 对 那有的网站也会是这样的ftps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话 这会儿讲个竖线ftp s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话 有ftp的ftps的也能pp到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下边是不是ftps都可以了 那就有三w主机吗 有没有其他主机 是不是也有其他主机 所以我们这话三w这话 我们也得把它怎么的 扣起来 还可以怎么的 或者是mail服务器的 或者是bps服务器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些也有 或者是ftp服务器的 有的在这话也会有ftp服务器 那比如说这话 mail 那我现在是不是这个也能pp到了 看一下 是不是在mail的也能pp到 所以就是我列的需求 你把各式各样的都列出来 然后一条条满足 你这个表达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复杂 对 对吧 那现在咱们这也都满足了 但是UR就全了吗 没全 你只要需求列的全 模式就会越复杂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够用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就想处理这些 那我现在写的是不是就够用了 再写的话是不是就稍稍复杂一些了 对吧 那现在假如说 有的网址你看 我在 假如说这话 那有没有的网址是这样的 下车有一个比如说pp的目录 有没有这样的远 是不是有这样的UR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的匹配的话 我现在只能匹配到哪啊 你看 是不是只匹配到这个 的后边的参数是没拿得出来 对不对 那如果有参数 我们想把这个参数拿出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参数还是可有可乎的对不对 嗯 参数是不是在这个之后 对对吧 那我括号一下 还是可有可乎的 那括号里边是不是可有用完号过起来 对 有也行没有也行对不对啊 那这里边 首先呢 是不是这块用有斜盖了 对不对啊 那斜盖出现 那我们假如做一个自定量 这原子表吧 用这个对不对 匹配可以有斜盖出现 转一下 是不是 对吧 可以有斜盖出现 那也可以有这些什么 是不是这个字符出现 可以 对吧 这字符是不是一个字 嗯 斜盖W 对吧 斜盖W是不是一个字 UR是一个字 数字字母下方线 对不对 当然了UR里边还可以有杠线 对吧 杠线当然了 咱们 呃 不用去 呃 转不转移都都可以 好吧 那你看 我们这样 专心一下 这字符串 但是我们这个好像 P P 没有匹配 没有匹配到 但是这块怎么的 这里边的符号科研它有什么 加个星 这块不太有匹配啊 让这个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斜盖 怎么的呢 是不是星可以有多个 对吧 整个扩起了问号是 可以没有 对吧 所以越想这个正德表达式 会越浮大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这个就可以出来了 对吧 那除了这个 这样的格式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没有可能 这会还有什么 这个下面有个 dm. prp这样的文件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文件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UR啊 那我们把这个文件 匹配出来 你看后边可以有 任何一个字 是不是还有人许 它有点的 对吧 可以有多个对不对 所以带点的 如果拿过来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点 dm.也匹配到了 对吧 那除了带点的话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说 有二级域名吗 你看它能够匹配到呢 二级域名 属不属于那规则 有字有点的 dm.ic.pp 有没有 可以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小心一下 是不是这也能匹配到 对吧 然后正德表这就写完了吗 还没有写完 还有的网站 你看 是不是还可以有问号参数啊 嗯 里边用户名等于idme呢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符号 嗯 所以呢 我们既然还想匹配这样的符号 那中间我们还得量的什么 等号 是不是也论语的匹配到 对不对 然后问号 是不是也论语的匹配 对吧 所以只有这么写的话 你把需求一点列出来 我们才能考虑的全 你看 是不是这样也能匹配到了 嗯 那如果有多个参数 中间是不是有安德福啊 嗯 安德福 对不对 比如说密码等于123456 是不是这样 那等号咱们有了 是不是这里边还得匹配一个谁啊 对不对 是不是安德福咱们也得匹配啊 嗯 有的UR中文是有编码的 一个中国汉字会有两个百分号 带数字的格式去编码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知道 百分号是不是也得用吗 嗯 你看 后边点心后边像这些东西出现 就匹配的是这些模式 对不对 那么看一下 现在 能不能 你看把我想要的是不是地址 全都找得出来 对 这就是一个什么 UR对不对 当然了我现在问题考虑全了吗 不一定全 有可能有其他的格式 对不对 你就想加需求 你就在这里边一点点加一点点匹配 对吧 而如果不是这样一点点列入需求 你上来就凭脑子凭空去想 你不一定能把这个正则给想得出来 对吧 或者是你直接读正则表达式 你上来就读这个 你不一定能把后边这些东西看明白 对吧 而通过一点点去写是不是就容易了 所以咱们那句话什么 读正则要比写正则有的时候还难 因为你在读的时候 你不一定干嘛呀 不一定能读到当时编写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 他是为了匹配什么而写的这个符号 对吧 而自己写会更好一些 这就是编写正则的一个方法 这就个主要介绍 那方法什么呀呢 把它看成一声语言去编写 对吧 先列出需求 对吧 把想到的都列的 然后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去列 对 然后一条上满足一点点实现才可以 而不要求一次就实现整个的 对 就像高老师给你做实验一样 一点点满足这个UR是不是就出来了 嗯 好 谢谢大家 那时间关系呢 这节课就教大家编写一个正则表达式 来了解一下正则表达式编写的过程 以及什么正则表达式的语法 咱们灵活用一下 对吧 那下节课呢 我再给大家编写几个常用的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就知道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小苗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